我们还是继续学习一个 现在往生建门路里边的故事 叫杨德恰居士 烧香礼佛 持足作画 杨德恰居士呢 是无锡北乡的农家子 兄弟四人 他呢居长 是长兄 在十四岁那一年 来苏州啊 学习杀断业 学生以后 自立庄于天后宫桥 于是呢 把兄弟一一领出来了 并且把父母 也接过来如法供养 克敬孝友 天性自然 他的母亲呢 姓佛 那么就随时的 去朝礼普陀山 九华山 啊 等等名山 等父母去世了以后 儿女长成了 啊 居士啊 就自己啊 学佛 修行 更虔诚 更用功了 凡有法师的奖金呀 联社念佛呀 等等法会 都一一参加 啊 并且啊 和 志同道合的 这些居士 创办了香光联社 在天后宫内 定期念佛放生 啊 利益多年如优日 等到古希之年 身体慢慢的 摔退了 常患腹泻 但是呢 经常以大杯水调治 也能见效 啊 有一年的八月份 这个腹泻病又复发 儿孙啊 劝他 用医药治理 啊 他不容许 他就说 念佛人 若事源未尽 不要也能治好 如果事源已闭 医药又有什么用呢 凡是 啊 好友来问候 都请念佛诸念 啊 不谈其他事 自己虽然体力不支 经常啊 卧倒在床 但是常常以手拍被子 啊 就当做敲法器那样 高声念佛 没有其他的顾虑 啊 等到 十八号晚上九点 命他的儿子 扶起 啊 洗漱清洁以后 啊 点蜡烛 烧香 礼拜 瞻仰佛像 莫不斩舍 后来呢 端坐 左手持念珠 持佛珠 右手啊 念着檀香 高声念佛 见念见低 后不出声 啊 数珠有故 一直啊 延长啊 这么念 一直到了午夜 安坐 明目而化了 当时是一九十一年 八月十九日早上的子时 啊 活了六十八岁 他的儿孙辈啊 都来帮助念佛啊 帮助念佛 助念往生 都是念佛 跪送 诸臣西方 等到二十日呢 也是家夫的 端坐的 入了入堪 身软如眠啊 九月初五日 用这个堪梦 搞慕俗的 林延三 活化 初六啊 剪这个 骨灰 骨色洁白啊 得这个坚固子甚多 晶莹灿烂 书为稀有 骨啊 呈在瓷潭里边 坚固子一病 放在里边 那么 放在林延 四重普通塔中 摆放安供 一记呢 长文佛号 联品真高 居士啊 深浅信心 坚定 修持啊 专一 做如何是 无意 不是为了 往生净土 的阵营 临终啊 正面分明 火化 得这些 若义 足证明 他自己啊 的确 是 往生几方了 功不虚弃 果物 浪德呀 佛法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你看 这个修行 多好 自己啊 对兄弟 姐妹 对父母啊 都是非常的用心去扶持 孝顺 心事啊 就是修行 没有别的东西 就是修行 创立连色 啊 定期念 富豪 往生 啊 历多年 如一日 啊 没有变化 啊 就这么 一辈子修行 一辈子修持啊 年终 成功了 啊 成功了 自己非常清楚 这位老居士 他一辈子修行成功 里边有个诀窍 啊 诀窍是什么呢 就是他 信心坚固 修持专一 平时所做的任何事情 算是 无不为往生净土的正因 啊 都为了往生 希望净土 做准备的 啊 做一切的事情 都为这个 做准备 所以才能往生 所以我们大家啊 从这位居士里边 学到一个什么呢 学到一个目标 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不断 啊 这个不要断 坚持一个方法 修设去不变 平时所做的一切 善行 啊 助人 佛法 放生 等等一切 包括在家中啊 校养父母 啊 在家中啊 爱护兄弟姐妹 啊 赡养子女 这些啊 全部都正常而做 正常而做 这么做修行 一辈子 所做的一切目的 全部都是为了 都是为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 做装备的 啊 最后 就没有问题 真正就走了 啊 欲知实至 啊 做的就往生了 而且 啊 往生以后 身体啊 啊 特别的软 像棉花一样 活换以后 得了很多的舍利 啊 是这样的学习啊 才能成功啊 啊 我们要向 啊 这些 网上的圣贤 学习啊 想学习 行吗